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疯狂赛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不一样的吸血鬼的故事 于黑风高夜,吸血鬼变身成蝙蝠,飞向人类的房子 可不幸的是一头撞掉了牙齿,吸血鬼现出原形 想要吓唬吓唬小女孩,可小女孩却不停地笑了起来 只剩下一颗牙齿的吸血鬼,看起来完全没有震慑力嘛 小女孩以熏雷不及掩耳之时把吸血鬼的牙齿拿走 并关上了窗户 吸血鬼只好装作凶神恶煞的样子去找她 可她刚进房间就吓了一跳 原来,男孩的奶奶手里拿了一串大蒜,吸血鬼瞬间蔫了 男孩指了指背后的条约,给吸血鬼看 你要完成上面的条约才可以拿回你的牙齿 于是,为了拿回自己的牙齿 吸血鬼只好留在男孩家里做起了暴霧 洗碗,擦玻璃,洗衣服 这些家务活都落在了吸血鬼的身上 尽管她小心翼翼地迈着脚步 可还是被太阳给晒晕了过去 正当吸血鬼觉得自己难受得无法呼吸时 一个阴影撑在了她的上方 是老奶奶为她行动方便而准备的一把小花伞 她举着小花伞跟着小女孩穿梭在田地里 当男孩吃西红柿时 吸血鬼也拿出一个西红柿开始吃 吸血鬼把牙齿扎在西红柿上 西红柿就变成了西红柿干 男孩努力地想要学习这种吃法 可却把自己弄成了小花猫 吸血鬼得意地笑了 很快,吸血鬼的条款全部都完成了 小男孩和奶奶只好把牙齿还给了吸血鬼 晚上,吸血鬼躺在棺材盒子里 暗闪失色 她看着那把小花伞 突然有点想念男孩和奶奶了 而此时的小男孩看着那条西红柿干 也默默地心念吸血鬼 好了,今天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今天我们讲到 我只是一只想好好吸血的吸血鬼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下期精彩继续